實在是真心患覺情 台中一名客運司機抵達轉運站時 好心叫醒一名睡著的先生 提醒他要下車了 沒有想到這位先生 並沒有馬上離開 反倒趁著司機去上廁所 偷走車上放在駕駛座上的悠遊卡 司機發現之後氣得PO網 因為這張被偷走的悠遊卡 是他經手製作全台 唯一一張的放大版悠遊卡 現在也決定報警處理 客運公車抵達終點站 司機跟在白男子後頭下車 白男子沒離開 而是確認司機離開後 再次走上車 趁著沒人注意 伸手偷走駕駛座上的悠遊卡 司機發現悠遊卡被偷 掉一件是氣氣的PO文 整形患覺情 司機說這位先生在中心大學上車 看他走路一搏一搏的 還廣播請他小心 抵達終點站發現他睡著了 也起身體信叫他起床 沒想到這位先生竟然趁他 尿急下車偷走卡片 被偷走的悠遊卡司機相當珍貴 不但是他親手製作 還是全台唯一一張 放大四倍大的巨型悠遊卡 放大了四倍之後 那個比例看起來就很明顯 所以有些乘客會利用我停紅燈的時間 就是可能開個玩笑聊兩句就說 那悠遊卡怎麼會這麼大這樣子 對那就是我自己製作的有興趣這樣 雖然是全台唯一 余兒也只剩下300多元 司機原本想說算了 但詢問同事後才知道這位先生是客運常客 平行不好還會跟司機乘客吵架 也是個手腳不乾淨的慣犯 司機不姑息決定報警處理 要遠景幫忙抓人找回他的悠遊卡 接著我們這張文聖炫 台中探訪的